嘉欣,你打了這麼多集,也沒甚麼進步 所以今天我特意帶你來到這裡 拜會我的電競女神,Dia Chan 小姐 是 麻煩我想找Dia Chan 你找Dia Chan嗎?我是Dia Chan 我就是Dia Chan,那裡嗎 真的嗎?有她的照片 別玩了,高手是不可能 讓我們一進門就找到的 那是我送Dia Chan 好,那我帶你們進去吧 誠意感動 人家都在逼人 她也不是 隨便坐吧 謝謝,這個員工真有禮貌 阿妹,你為何坐在這裡 我找Dia Chan 我就是Dia Chan 我要找Dia… 朋友的Dia Chan 我真的Dia Chan 你別玩了 還有一個限度 你再這樣我會生氣 好像真的Dia Chan 那不是 你叫她來,我會生氣嗎 好 或許她不是,心虛吧 你真是失禮 不是 人家真的Dia Chan 我女生,待會見到她就知道 好了… 你不是玩了嗎 我真的Dia Chan 不是,我女神不是這樣的 你說你是Dia Chan Dia Chan,我女神打遊戲很厲害 你夠薑就替我打遊戲機 你看,你是否真的… 好 你真是自投羅網 她真的是Dia Chan 對,真的是Dia Chan 她做這個,我便認得她 不好意思,你很相信我 你做了多少個電競選手 已經入行三、四年左右 即是殺手最重要就是槍 電競選手呢 最重要是甚麼硬件可以幫助你 電競選手最重要就是專注訓練 但其實電腦的配置也很重要 我們就有軍師了 今天請了Eric上來跟大家說 你好 軍師… 你好… 對,看到軍師太好了 我想請問有甚麼硬件上的配套 對一個電競選手是特別重要的 其實對於遊戲選手來說 電腦的性能當然是很重要的 普通遊戲玩家 可能會覺得達到60fps就足夠 但電競選手現在留學120fps 甚至更加高240fps 實生率的顯示器 這個目的都是儘量降低 遊戲裡面的延遲值 因為很多時候電競的起賽 可能只差了0.01秒 就會影響過勝負 這個最新世代的顯示器 除了性能比上一代大局提升之外 它還具備了兩個全新的技術 第一個就是ray tracing 光線追蹤技術 簡單來說 就是現在CG電影中 會用到的 物理計算完全正確地 展現一個3D世界裡 光和影效果的方式 得出的電腦遊戲畫面的效果 就能比美CG電影 還有一個DLSS 深度學習超級取樣 它會透過神經網絡 利用超級電腦 將電腦遊戲的畫面提升64倍 上超級取樣 又不停地對比 去找出完美畫面的圈驗方式 利用顯示器上的Tensor Core 就可以以極高的效率 展現近乎完美的 多邊形反角的次方式 軍師就是軍師 幸好有軍師 謝謝軍師Edward 今天帶你來拜師 開心嗎 很開心 而且認住人家是Dia Chan Dia Chan 我認住 說了很多次,全靠我 全靠我,不然你忘記了 好吧 再見…